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我們要介紹Discord到底是什麼東西 還有如何在上面取得現在超夯的NFT白名單 那現在大家畫面上面看到的就是Discord本身 那其實Discord這個平台已經存在非常久了 在NFT爆紅之前其實Discord主要是遊戲界非常有名的一個平台 平常大家會在Discord上面對戰、組隊、討論戰術等等的 各大的手遊還有遊戲商都會在Discord上面架設他們的官方伺服器 主要是因為它比一般的論壇自由度來的更高 上面除了最基本的文字互動之外可以多人同時直播還有語音聊天 我給大家示範一下 例如說我現在在畫面上面切換到英雄聯盟的官方伺服器 那大家看到文字的部分之外這邊選單往下拉 你會看到下面有非常多個聊天室 像這個Team1、Team2 你看Team2裡面就有三個人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呢?它有點像是語音房間 今天你要去組隊的話你就可以在上面找人 然後找到人之後你就約好在例如說第三個房間見面好了 你們就可以在裡面直接語音聊天然後即時對戰 然後下面往下拉你看官方他們架設了35個房間喔 所以同時可以有35隊在線上對戰 那除了互動方式非常多樣化之外呢 在架設伺服器的時候還有五花八門的機器人可以供你使用 甚至是你今天想要自己寫一個機器人也是沒有問題多 像是播音樂的機器人啊或是迎賓的機器人 反正你可以想到的機器人在上面都可以被創造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這樣子一個互動性還有多樣性 十足的軟體跟NFT結合起來有多麼的完美了吧 不過其實它的用途並不只限於白名單還有遊戲喔 如果你今天想要語言學習啊或是做別的事情 其實在上面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群組 不過接下來我們就要切到今天的正題 就是到底什麼是NFT的白名單 還有為什麼那麼多人搶著要 那其實這個白名單呢就是在NFT還沒有發售之前 確保你一定會有購買權的一個名額 你也可以說它有點像是在NFT發售之前的行銷手段 因為你必須要結一些任務 例如說在Discord上面你必須要邀請幾個朋友啊 或者是你要在上面非常活躍一直留言等等 才能進到這個白名單 然後呢每一個NFT取得白名單的規則都有點不一樣喔 我們今天呢就一起來看一下要如何註冊這個Discord 還有拿到你想要的白名單吧 那我們現在切換到這個電腦版的畫面上面 Discord上面呢其實它是有分網頁版跟App版 你要用手機或是電腦都是可以的 不過在手機上面我是比較推薦你去下載App Store裡面的App 那電腦的話呢你可以直接用網頁版 我覺得跟App是沒有差很多的 那所有的下載連結還有網址我都會貼在說明欄 你可以直接點下去 所以今天我會用電腦的網頁版來給大家示範一下如何註冊還有操作 那現在我已經登出了 然後來跟大家操作一遍要如何註冊Discord 進到這個畫面之後呢按一下下面這個小小的Register 或者是中文的註冊 裡面呢它就會要你填一些資料就照天就好了 輸入完你的資料之後你就直接按下面的這個繼續 然後它會驗證你的身份 譬如說它這邊會要你選一些圖 喔非常快的就註冊完畢了 然後現在呢先進到你的電子郵件 然後確認Discord的這個註冊信件 好那現在我們註冊完畢之後呢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呢是全空的 因為你現在一個伺服器都還沒有加入 所以你就可以到網路上面去找自己有興趣的NFT項目 然後加入他們的官方Discord 或者是你今天有在玩什麼遊戲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加入他們的Discord 那現在假設我已經找到一個NFT項目 它的Discord的網址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就按這個Accept Invite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加到第一個伺服器裡面了 你看到左邊這邊呢就出現了一個標誌 這個就是你的伺服器 那你加越多呢這邊就會有越多圖示 然後點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的版面都不一樣 這就是它伺服器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呢先看一下這邊這一欄 第二欄這個呢是它的Channel 就是它的頻道 那通常它會有一大排 但是你發現說它這邊只有少少的幾個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驗證你的身份 每一個伺服器進去大部分都會要你驗證你的身份 例如說驗證你是真人啊 或者驗證你的email等等的 那通常這些伺服器呢都會是英文的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好這邊我們看到關鍵字了 如果你要Unlock your access的話呢 你就要先看一下Rules 我們就點這個Rules 那你發現下面有一個什麼 你必須要完成一些步驟才開始聊天 按一下這個完成 然後這邊就有一些條款 要你同意 然後呢按一下這個Verify 然後呢它就傳給我們一個連結 要我們去完成一些認證 點下去 接著呢它就跳到這樣子一個畫面 要來驗證你到底是不是真人 這樣子 那我們就按授權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我們回到原本的畫面 然後大家會發現這個第二欄呢 這邊就出現了非常非常多的頻道 這些就是在這個伺服器裡面所有的頻道 就是一個主選單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不同的頻道裡面去看它的內容 我們現在再來測試另外一個NFT的伺服器 例如說周杰倫非常紅的這個Fentabear 找到它的Discord網址之後呢 進到它那個網頁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接受邀請 點進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Discord的視窗呢 就自動出現了這個Fentabear的標誌 然後你會發現有一個人秘密了對不對 你就點下去 當你加入一個伺服器 它自動出現的那種聊天室呢 它都是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主要就是要來驗證你的身份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它就說 你要先點擊下方的連結 驗證你的身份 然後這邊就有寫說就是 這種驗證呢也要小心它是詐騙 所以你要確認你的 你輸入的網址真的是官方的伺服器 驗證完畢之後我們關掉視窗 那你就會發現這邊呢 主選單就跑出來了 如果你剛才沒有驗證的話呢 它會是少少的一兩個channel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每個伺服器驗證身份的方式 都有一點不太一樣喔 那這個伺服器的列表 它是可以更改順序的 你只要長按其中一個伺服器 它就會浮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去移動它的位置 那如果你今天伺服器太多 你也可以把它疊在一起 就是說你這樣長按 然後把它拖到另外一個伺服器的上面 它就會自動形成一個資料夾 有點像是iPhone桌面的那種感覺 好那現在呢 我們加入了這個伺服器 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這個介面 到底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剛才講過這邊呢 是伺服器 就是你要自己去找網址才能加入嘛 然後點擊不同的伺服器 進來就會有不同的選單 還有不同的內容 還有右邊不同的成員 主選單進來之後呢 你去選你有興趣的這個頻道 裡面呢可能會有聊天室啊 或者是一些規則的解說 然後還有今天最重要的 如何取得白名單 也會在這邊出現 像這邊這個NFT項目呢 它就直接把它設成 How to White List 它裡面就有所有的規則 你要詳細的去看 那另外有一些伺服器 可能直接就把它擺在 就是公告欄那邊 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它裡面最新的公告的話 就可以點進來 然後這邊就有所有 從新到舊的所有公告 那你可以對它做出一些反應 例如說按這個表情啊 或者是你可以 進去跟人家討論 如果它是開放大家討論的話 那有一些版面你是可以發言 那有一些不能發言 像是這邊這個 General 就是你可以進來跟大家聊天這樣子 那除了主要版面之外呢 右邊這邊就是這個 伺服器的所有成員 那在上面的可能就是一些管理員等等的 然後依照你的等級 它會這樣子排下來 然後下面就可能是所有的使用者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講到 到底要怎樣在這個伺服器上面 取得白名單呢 那就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你要去看一下它取得白名單的規則 但是不外乎就是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你要邀請你的朋友 就是可能要達到一定的數量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一定要提升你的活躍度 就是在discord上面 你可能要常常發言啊 或者是點別人讚啊等等的 但是也是有另外的喔 例如說現在畫面上面我們看到 這個NFT項目它就是完全不看你的階級 或者是你的邀請 那它就是有其他的規則 你就要詳細的去閱讀 那現在我們假設今天這個規則呢 就是要求你要去邀請朋友 或者是提升這個伺服器的活躍度的話 要怎麼做呢 首先如果你要邀請朋友的話呢 就要按一下左上角這個伺服器右邊的箭頭 點下去之後呢 有一個邀請其他人 點下去 要注意一下這個斜線後面呢 不能夠是一個正常的伺服器的名稱 它必須要是一串亂碼 因為如果它是伺服器的名稱的話 它沒有辦法追蹤今天你邀請了幾位朋友 所以如果它今天是正常的伺服器名稱的話 你就必須要把它關掉 然後再等幾分鐘回來 然後看一下它這邊有沒有變成一串亂碼 那我們現在去找一個有亂碼的伺服器來測試一下 好那現在我們看到這邊的確是一個亂碼 那在我們複製之前呢 我們要再多做一個步驟 就是編輯這個連結的時效性 在下面呢 有一個編輯邀請連結點開來 有效時間呢 我們點進去 然後把它調成永步 然後最大使用次數呢 要是沒有限制 不過要注意一下呢 在網路上面有人分享說 如果你就算把它調成永步 它還是有時候會時效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你每一次邀請之前都要測試一下 這個連結到底還能不能夠使用 不然就是白做工喔 然後按下複製 然後現在你就可以去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加入了 那今天假設它加入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這個伺服器裡面 來查詢一下 我們有沒有成功的邀請它 然後變成我們自己的分數這樣 那要查你有沒有成功邀請你的朋友呢 每一個伺服器都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來找一下 例如說像在這個伺服器裡面 它有一個bot comments 它就是一個你可以跟機器人查一些東西的這個頻道 你就可以在裡面輸入指令 然後還要提到呢 不同的頻道 如果你不太確定這個頻道要怎麼使用的話呢 它在右上角有一個pin 就是這個已經選定的訊息 點進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這個頻道到底要如何使用 它的管理員可能有新增一些memo 你就可以點去看一下說要怎麼使用這樣子 例如說我剛才有提到這個bot command裡面的指令要如何輸入 它這邊其實有寫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這個輸入文字的地方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是例如說今天我在這個general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它選定的訊息有什麼 它這邊就會貼出一些關於這個頻道的公告等等的 那一般你要查invites的指令呢 就是斜線然後invites這樣點進去 然後你就送出 然後它就會寫說你現在有幾個有效的邀請 然後要注意一下它這邊還會寫說 你邀請的當中有幾個已經離開了 它都會計算在裡面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那官方公告 可能你必須要是有效的邀請才能夠成立 好那這是一種 我們來找另外一個給大家看 例如說 記得有另外一種是分開的 哦像這個頻道大家看到它的 checkinvites還有checklevel是分開的 那剛才像那個bot command的頻道呢 它是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直接在裡面輸入所有你想要查的東西 那像這邊例如說你要查這個invites你就進來 進來之後呢 你就在上面輸入我們剛才有講過的斜線然後invites 好這樣就可以查到了 然後除了邀請朋友之外呢 通常這個伺服器都會要求你提升你的活躍度 那活躍度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可能要在這個伺服器的任何一個頻道 可能你要多講話啊 多跟別人互動等等的 那隨著你跟大家的互動次數越多 你在這個伺服器的等級就會越高 那要怎樣查你的等級呢 那像我們剛才講過這個頻道 它有個checklevels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裡面查你的等級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它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bot comments 這個bot comments裡面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金彈號然後rank 我們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傳送出去 喔它就說我現在還沒有任何的等級 那我們現在呢去跟大家聊天一下 喔有了有等級了 大家看到我剛才去留了幾個言之後呢 它就出現我的等級 然後我現在是零級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NFT項目 它就要求你說你的level 可能要到多少級 然後你才能有這個資格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講的兩種方式呢 其實都已經是最基本 然後已經有很多伺服器跟NFT項目 已經沒有在用這兩個項目 所以它的規則 你可能還是要進去看一下說 它到底要怎樣取得這個白名單 因為白白種方式就是沒有辦法一一介紹到 那除了白名單之外呢 其實Discord它的玩法有非常多種 然後它也有課金制度 如果你今天要取得更高的Discord會員的話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伺服器裡面 取得不同的暱稱 就是你可以在伺服器A叫不同的名字這樣 然後你可以在不同伺服器裡面 換不同的頭像 就是有點變換身份的那種感覺 還有另外一個蠻值得提到的 就是我一開始有講過說 它上面其實是可以多人同時直播還有聊天的 不過這部分呢可能對NFT的幫助有限啊 所以可能大家不太會接觸到這個方面 但如果你今天是朝遊戲方面或者是語言學習方面的話呢 這就幫助還蠻大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拿這個Discord來開會啊 視訊會議等等的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再來呢我們要講到就是Discord上面 其實你是可以找人聊天的 所以有可能會有陌生人就是突然訊息你 然後要你加入一些莫名其妙NFT項目 那絕對是詐騙 不過如果你今天是以遊戲取向來使用Discord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跟你的隊員一起討論戰術等等的 那他們秘你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在左邊的這個伺服器的欄位 它就會跳出一個像是這樣子的標誌 然後這邊有一個紅點就代表說有人訊息你這樣子 例如說今天某一個機器人可能在通知你一些訊息的話呢 它也會跳出來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進來看一下這些人私訊你是為了什麼原因 或是你也可以加別人好友或者是封鎖對方等等 都可以在這邊直接執行 那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手機上面的Discord 它的版面長什麼樣子 因為它跟電腦版其實有差一點 因為它的內容其實都是直條狀的 所以在手機上面沒有辦法完全的呈現所有畫面 今天呢如果你要把這個伺服器還有頻道的畫面叫出來 你就必須要按左上角的這個橫線 它才會跳出這個伺服器的選單 那點到頻道裡面之後它就會出現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跟電腦不太一樣這樣子 但是大致上的操作都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就只是非常淺層的稍微介紹一下Discord 它到底什麼還有要怎樣使用 但其實背後呢它的發展是無限大的 大家呢可以在上面挖掘自己想要的東西 例如說你喜歡音樂啊什麼的 你就可以去加入音樂相關的這個Discord 也就是除了視訊語音啊或者NFT等等的這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正常的論壇來使用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介紹Discord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我幫助大家 另外呢如果你還有任何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我是Pinko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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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在留言區 点燈 在留言區 我們下次見 那某些閉儀 對 ك